我是2021年的6月14号生的小孩 然后生好小孩就是说感觉全身有点酸有点无力 就是可能产后有点那种反应嘛 因为我家正好也就住在附近 在这边来做调理嘛 然后他就摸了我一下 他说哎呀 他说你的骨盆有问题啊 就是我歪掉斜掉了 说我整个骨头都已经歪掉斜掉 如果说我骨头现在不不调理好的话 以后要影响家庭关系 杭州上城区杨柳俊豪街上 有家运美会产后修复中心 姚女士说老板娘当时建议他购买骨盆修复等项目 给我骨盆修复开了十次 腰背盆三个部位各开十次 给我按一按推一推 然后就好了 他就说他这个是徒手这个整骨 要教我教两万七 然后我就先 因为我想想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我也不了解嘛 我就先教给他一万五 然后做了几次之后 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嘛 就是也感觉也就人就是这样嘛 姚女士说做了几次调理后 她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 就找老板娘希望退还没有使用的费用 将近五千多块钱退给我 她不肯退 然后我正好我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嘛 医生当面跟我说 他说你产后这个骨头 他说刚刚生好的确是会有点打开 但是人的话 他说你产后六个月以后 他会完全自己康复 不用做产后 1月19号 姚女士去浙达二院做了检查 诊断书显示 双肩关节 骨盆骨关节 腰椎未见明显 X线异常 姚女士还提供了一段录音 说是1月20号再次上门 和老板娘沟通时录下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写的吗 这个是很明显的写的 真的啊 你自己看不出来吗 你能看出来啊 你这个持股 我就让她把剩余的钱退给我 然后之前那个 还有一万 一万将近一万块钱 但她最起码要退给我三分之二 姚女士认为 老板娘之前的说法涉嫌欺骗 找到这家运美会产后修复中心 大门紧闭 里面没有人 门上贴着产后修复 骨盆修复 盆基底修复等字样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 墙上悬挂的营业执照上写着 杭州喜悲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包含养生保健服务 括号著名非医疗 姚女士电话联系上了老板娘 我现在在家有事情 那我在这 所有所做的这些东西 全部有单据和签字的 那么所付的款项都很清楚 我已经全部都发给市场监督那边了 我没有说她骨头歪了 说骨盆修复是厂后修复里面的一项项目 她去拍过片子的也是好的 她已经做过四次了 现在是好的 余老板的意思是 之前姚女士确实需要修复 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她表示 姚女士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杭州市上城区 彭部市场监督管理所 希望接下来由市场监管所介入协调此事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没有了 你们要不见地 你们要不见地 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的颜色 那么我们要不见地